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面有几题 可能就稍微快问快导 要问各位网路的小编 先开个小玩笑说 你猜我是什么星座 白羊 错 是为你量身定做 OK 来看看 你们帮你们老板量身定做什么东西 来 第一个题目 叫做Communication Positioning 叫传播定位 OK 你们帮市长经营的脸书 IG Twitter 你的传播定位是什么 过去市长常讲话讲说 我要去政治化 OK 那是这样子吗 传播定位是什么 怎么定位你自己 手中这些所谓网路媒体 来 请说 其实所谓去政治化 只是针对IG的部分 因为我们相信 IG是一个很新兴的平台 那它的使用者族群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使用者族群 是非常年轻的 我们看这一张 OK 来 你可以秀过来 这张图我们看到 它的使用年金 使用族群 大概集中在18岁到24岁 大概占了45% 非常年轻 是比脸书 还要年轻的一个平台 所以脸书已经显老了是不是 对 应该也不能这样讲 不是说显老 不要再伤害我了 就是说我们当进入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这些平台都是一个可能 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的时候 那他们对于政治的认知 就没有这么样的深刻 我们要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能一昧的 可能我们就把我们脸书的东西 就直接贴到IG上面 这样就会红的不是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 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操作 所以我们就会用走一种 比较轻松市场私底下生活那一面 来去操作我们的IG 但当然脸书的话 也不是说我们 就是完全放弃经营脸书这一块 我们脸书其实还是有很多 就是说我们很用心的去论述一些 我们市长平时在做一些政策 比方说像最近最红的一篇就是 他这一篇减债 减债这一篇就有大概36.7万人按赞 那大概触及率大概有400 他将近500万也就是全台湾 大概有500万人看过这则贴文 那显示说其实民众对于这种 比较严肃的政治论述的话 其实如果是他有打到民众的心中的话 觉得还是回响很大的 ok好 我特别介绍他 他以前是ET2day新闻与药文中心的记者 ok那跑科市长新闻就去帮他做 选举的一些小编的工作了 ok那你怎么看市长的传播定位 我要先宣传一下他的Twitter 对他的Twitter账号是这个 然后当然Twitter在台湾对大家来讲 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区块 大家可能用FB或是IG比较多 但是我们的Twitter也是慢慢在做 所以目前从三个月以来 已经到18.1万 三个月之前是12.5万 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发文 那我们发文的方向就是 主要是想把台湾 因为毕竟台北是台湾的首都 我们想要把台北拉到一个国际化的层次 所以让市长有一个国际化的舞台 他可以去发表简单的意见 或者是告诉大家说台北有多美 那像是我们之前有发文 像是2018的开灾节 这种议题在台北市 就是台北是一个很多元的城市 所以这个议题在台北是可以被讨论的 那我们来办开灾节 我就把它放在Twitter上面 当然下面有很多人的回复 大家当然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意见 但是我觉得Twitter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接触的平台 在FB跟IG以外 那当然在Twitter上我们也遇到很多在台湾生活的海外 就是外国人 就阿兜啊他们在台湾生活 那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会习惯用Twitter来发一个140字的短文 那这个短文他可能会tag市长 那就让市长他会告诉市长说 我这个公园看到哪一个绿地 我觉得这边可能还要再加强一下这样子 那他们变成他们一个管道可以接触到市长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Twitter的功能 所以他有一个载具的一种非常的 区隔性的一个任务在那里面 那常佩怎么看 丁老师他的网路这些载具的传播定位是什么 目前的话就是以脸书来说 他的很清楚 其实就是他可以传播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平台 是OK 脸书做政策传播的平台 政策传播的平台 那IG的话我们比较晚成立 那个柯文哲是去年7月 那我们是今年2月份才成立 所以才刚开始成立 然后呢我们也是类似的概念 我们这边不会传达政策 我们希望利用IG的部分来传达出就是丁丁的个人的形象 OK 来那这个怡玲 邀委员的网路的传播定位 是 因为邀委员他自己本身他对台北有很多愿景 所以其实除了刚刚他们说的不管是IG还是Facebook 或者是还有人做了Twitter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我们还有去做像是影像的部分 可以给大家看 像是 OK 非常欢迎 像是我们的像是我们在过去我们有做一些像YouTube的影片 然后我们去请了一些专家学者 是 然后来去看就是说关于台北 比如说像大稻城 我们就有邀请像是大稻城那个推动大一城的这个周一城 来为大家做演讲 其实 因为邀委员他毕竟他耕耘台北其实有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他对台北啊其实有很多的愿景 所以其实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转化成社群上面可以看见的东西 然后带给大家这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工作啦 可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样子点越高嘛 就是他因为做成影片他可能要花的时间看的时间比较长 还有像丁首中委员那边就是如果网路脸书这边 作为他的主要政策的一个平台的话 政策公布的平台 那有人会有兴趣吗 我的意思是说 谁会在网路上面很认真的跑去那边看一个 很认真的这个政策或者是点进去 然后开始讨论我们大道成应该如何的复兴 我们大道成应该变成怎样怎样 会不会点越的这个就少了 目前的状况之下 他其实有一群蛮死忠的一群粉丝 是一个大概40岁以上为主 然后呢 可是你们缺的是年轻料啊 没错 所以是这个为主 但是所以呢我们呢 现在也开始呢 置入一些东西 在他的主粉丝团 因为主粉丝团里面 照理讲只谈比较严肃的政策 可是我们也试着来试试看 因为呢基本上我们IG的人数 现在还没有这么多 那我们就有做了一些尝试 这是比较有趣的部分 就譬如说6月1号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LINE TODAY 有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小男生啊 然后呢他的头上本来要磕一个JJ 然后呢不小心磕成丁丁 然后呢他就很火大说 啊什么磕成丁丁了 结果那时候很好玩啊 我们那时候几个小编啊 就在讨论说 磕丁丁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有来 先发了一个文说 哎呀那个磕丁丁真的有这么不好吗 结果呢到晚上6点的时候呢 我就带着另外一个小编 就是我们IG的负责人呢 就现场就带着他去直播 然后去之前呢 我们很害怕丁会不同意 可是我们还是要知会他说 这个委员啊 这个我们能不能做这个直播 想要来看一个丁 没有想到委员竟然爽快答应 说好啊你们去啊 我们觉得好开心喔 原来他其实是可以 可以做一些突破的 就除了他既有的形象以外 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直播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说服他去看世足赛 如果你们有看到我们的贴文 其实他本来也不太看足球的 但是呢我们呢就拉着他说 哎委员陪我们去看啊 这真的很红耶 四年才一次 没有想到他也很爽快的说 好啊一起去看啊 然后呢也去买了运材昨天 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 到底要买什么好 哎呦好复杂喔 去上网看那个运材的网站 什么什么谁赢谁输 什么赢几分输几分很复杂 我们就想说应该要买哪一个国家比较好 后来呢委员就决定要去买阿根廷 我们本来想说阿根廷不是就是 那种冠军队买了就很无聊 赔率那么低才1.2 可是他说他现在的心情 就跟这个阿根廷队的这个 梅西一样是他的人生的最后一役 所以呢这一次他一定要下定决心来选到底 你看这其实就很有趣 就跟我们足球赛就有做连结 我们觉得这就是年轻的族群 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觉得很好玩 我要建议一下丁老师要买英格兰队 我看过足球的话 这大英帝国的出产绅士的国家 可是足球绝对是流氓的运动 不好意思啊 流氓就是说要激烈要诡异要狡诈 要买英格兰队 去看过Manchester United 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踢足球 回到几位小编 每个小编都有个任务叫做KPI 叫做关键绩效指标 请问一安 老板给你的关键绩效指标是什么 其实科P一直都没有给我们定KPI 因为他 包括那个点赞的人数分享 都不管吗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说 就是要限制我们说 你这篇一定要多少多少 都是我们自己大概自我要求 说希望每一篇脸书贴文 至少都要有1万个赞以上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说 他的脸书的粉丝有180万 就是在这么多基数底下 你要达到最大的一个传播的效果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会自己去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说每一篇至少触及率50万 那点阅率按赞数1万项 OK就是自己设定的 自己设定的 OK好 那这个 就进行这边呢 有没有 Twitter的话我们当然是就是 目前是朝一天发一篇为止 但是Twitter它其实很重 是一个即时性 然后它试着让大家去转推一则消息 短短的消息 然后这个消息 就会很快被扩散开来 所以我们目前是朝一天一篇 这样往前走 但当然就像玉安讲的 市长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社群 要有什么样的绩效或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会自我要求自我检讨 所以就会去看一下说 这个人数有没有成长 留言数有没有成长这样子 OK所以还是自己有一些所谓关键指标 要去注意的 那这个长配呢 有没有丁老师 有没有交付一些说 KPI出来要做到的 他其实没有很清楚的这样的数字 可是譬如说IG 我们没有刻意说 每天一定要去塞一个东西出来 是刚好它有一些东西 刚好很有趣 我们才会放进去 这也比较不做作嘛 那脸书的部分就是 刚刚这个施希提到的 就是说以前的走法比较是专业 然后文章比较长 那现在呢 我们就希望呢 在他的这个坚持跟专业的形象当中 可以展现出更多亲切的部分 然后呢 可以展现出更多有趣的部分 还有呢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他其实并不需要做重大的改变 类似像柯比 他一样是穿高腰裤 可是他必须要展现出 他愿意让我们这个年轻世代 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言人群 平均30岁 他愿意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愿意让我们做年轻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丁应该要做的事情 他不用突然间变得好像很年轻 因为这个很假 他不看足球 假装我对哪一队很熟 这是不合理的 可是呢我们很有兴趣想去看 他愿意试着陪我们去看 我觉得这就是做的一件对的事情 那应该要继续做下去 或许他不熟悉 但他愿意尝试 这其实就是我们过去讲 开玩笑说 老年人想要改变年轻人 年轻人想改变世界 可是老年人却想改变年轻人 所以年轻资深的政治人物 重点不在虚伪 而在说我愿意尝试 我想了解你们在说什么 哪怕最后我还是不喜欢 但是这个愿意尝试 愿意聆听 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谓 资深政治人物的 所谓网络政治学 OK回到这个怡林 KPI 姚委员是一个很注重绩效管理的 你看他在以前在当立委的时候 你看他在质询 你这个绩效怎么样 会不会对你们有要求 其实当然啦 但是我们不会特别说 数字是怎么样 因为你的观众不一样 那他的母群体也不一样 所以你不可能用数字来一概而论 那我们平常 其实每天都会去发委员的行程 其实他有的时候 他自己在不管是市场 还是参加活动 自己有灵感 就会跟我们分享 那希望我们能够去 帮他描述他的感想 或是灵感 那有一些是比较政策短打的东西 像是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及时的讯息出来 那我们要马上做回复 那这种KPI也是有 像是过去 像前几阵子 不是有这个 大家在讨论 姚委员推出的 是青年租屋的方案 那其实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 就是 新闻媒体 因为他陷幅 陷于篇幅的关系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 刻意地去扭去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 有做了很及时的回应 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像是我们 当初我们就 跟委员说 委员你看 又有人在欧北共 那我们就请姚委员 拍一部影片 去解释他整个政策来龙去脉 然后整部政策 就是黑白的 就说 你们都欧北共 那我跟你们一起玩 欧北共的游戏 以黑制黑是不是 好 OK 那我想再从这个 怡玲这边问回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进一段 VCR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常常讲 有网军 或者是晚军 你们是网军吗 很多人骂他说 摸米人 不要用网军 一天网军 星风作让 你认为你是姚委员的 网军 还是晚军吗 我不知道网军 大家是怎么去定义 没关系 我可以回应我的观点 因为我自己 在八卦版 或者是在其他新闻媒体上面 看到有人觉得 或是断章取义 或者是刻意的去抹黑 我当然会出来做回应 如果你们觉得 这样子的回应 叫做网军 那我当然是 姚委员的网路上面 他的重要的青年军 因为我愿意站出来为他 其实这样子的资源 在网路上 其实本来就是很重要 那你们认为有那种隐性的吗 每次看到骂说 那个谁养一堆人 那个钱又从哪里来 这种新闻 我们说的 蛮常听到 你认为有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确实 在网路上面 因为是匿名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人 做一些刻意 或者是扭曲的行为 这些事情是很难去避免 所以才需要我们自己 亲力 身为去一一的做回应 是 那以你认为说这样子的 隐性的 有组织的 的东西 你认为在政治圈 有可能存在吗 还说根本就假的 像柯市长说 没有网军啊 只有网路义勇军啊 就收听的啊 你认为有没有 人是真的在养一群人 在做这种事情 用养 这字就不好听了 OK 那也有人反驳说 养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你既然可以在 一般的政治传播领域 做网路公关 我为什么不能在网路市集里面 也进行我的网路公关 他认为说 这就是一种操作方式 一种经营方式 一种广告宣传 一种文宣 他认为就是应该有啊 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想柯市长 他当然能够为自己背书 这不是柯市长说 这是我说的 这是我说的 因为他说他没有网军 大家当然可以为自己背书 其实我们也会说 我们不会去刻意的 去请人家去做这件事情 那可是有人这么做 其实我觉得是一定有的 因为网路上面 你只要把风向带出来 那有人follow你 那你很快就可以聚集 滚出一个雪球了 关键字出来了 是啊 有吗 你认为有网军 有网军的存在吗 你是不是网军 基本上我觉得网军 这两个字蛮被污名化 网军的定义 现在大家听到的感觉 就觉得是有人花了钱 然后找了很多人 买了很多的账号 然后特意来带风向 或支持特定人 可是我觉得其实网军 分成很多的区块 一个就像刚刚说的 刚刚怡琳说的 可能很多的人 是针对某些议题去回应 他可能是阵营里面的工作人员 一种人是那种 就是非常的义勇军 就是他很多的这种民众 他看不下去 他就要提出意见 那第三种才是所谓的 就是这种专业的 可能付了钱 要刻定去带风向的 可是大家只看到网军的多寡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 还是你的政策议题是什么 我举例来说丁守中之前提了一个政策说 就是青年的贷款 这个学贷希望是零利率 让它变成零利率 那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政策 那不管你的网军怎么骂怎么反对 那如果是支持的人的这个认同者 就是认同这个东西 或是像是之前的这个 提到这个青年租屋的政策 或是减债的政策 我相信有可能有网民 或者是有刚所谓的特殊的网军 想去攻击你 可是如果你很清楚你的target的观众是谁 他们喜欢你的这个政策 其实这些网军 其实有三千个有三十万个 都没有用 因为他们只会想要好好的看 你这个新闻跟政策 而不会有人真的去下面看所有的文 看几千个几万个 不会的 所以我们常讲说很多 赞成的沉默的多数 事实上在网络世界也不能被忽略掉 有多大的反对也不要忽略 可能就有多大的赞成 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这一题公平起见 你们两个推派一位做代表而已 看哪一位 来 男孩子吗 还是女孩子 你是网军吗 有没有网军啊 有没有 其实柯市长一直都说 就是所谓的网路易勇军 其实就是支持柯市长本身 就是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那年轻族群本来就是会使用网路 那所以其实这些人 基本上就是力挺柯市长的人 也是绝大多数 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把 所谓的带风向 甚至把他放到所谓PTT上面 就是讲到说PTT上面是不是有人在操作 带风向 所以说比方说付钱 买账号这些 那我是觉得说 应该不至于现在有 就是现在网友 应该不至于到这么的就是 这么的 无知到就是可以随便被一个议题 就影响去带风向 如果你这个议题 不是这么多人有回想 这么多人有敢的议题的话 你再怎么样去带风向 他还是一样 就是很快就 就从那个网路的那个讨论就消失了 OK 所以我认为说 也许有网军 也许 但我们是没有网军 那也许是别的阵营 他们有操控一些网军 我指的不一定是我们台北市长选举 和其他县市 那他们也许有可能会去操作这些东西 可是我觉得 不一定能够形成一个效果 OK 我自己从事广告业很多年 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了解说 消费者在想要什么 事实上我们做一辈子广告 真正学到的是 永远要尊敬你的消费者 甚至要用敬畏的态度 消费者绝对不能把他当作呆瓜 就用某种手法可以操纵他 我这行业做很久 我看过太多聪明的人想操纵 结果最后是被消费者 把他给操纵死了 OK 进VCR之前 有句话跟几位小朋友分享 也是我们广告界常用的话 广告你把它想到网路也好 广告最重要是他本身被消费 而不是去指导消费 多思考这句话